往肩上一搭啊,这戏法要来了吧 嘿,蛋糕,来,别回首,这儿还有葡萄 别回首,这儿还有,天哪,这儿有多少南瓜 画面中的魔术师名叫李洋,是中国古彩戏法目派第四代传承人 深冬的下午,李洋正在魔术教学基地训练学生们练习基本功,批刹,转球,练扑克 李洋告诉记者,想学好中国古彩戏法,成为一名优秀的魔术师,练习基本功是第一步 局部的肌肉要控制好,比如说我们在前臂,在手上,手指头上滚,会翻滚 但怎么翻滚,其实这不是魔术,这要练我们的局部肌肉,手上的局部肌肉 然后呢,比如说像我这个手指要练肌肉,能掰到这儿来,你看 因为我手里边抓一点,空气,手前手后都没有,消枪纸,就出来一枚硬币 所以硬币怎么表演呢,然后你可以在手里边可以随便的转一转 你看,这就是基本功,在手上转,然后比如说,你看,拿起来,这就消失了 对,所以说呢,就是每天都要练,就是到现在一样 中国古彩戏法,古城幻术,汉唐继盛,距今约有四千年历史 古时都在皇室表演,到了明清时,主要存在于民间 李扬介绍,中国戏法讲究的是石口,魔术师需要边说边演,现场与观众互动 拿这个碗,扣在这儿,行的吗,来,你给我吹主气,嘿,您得使点劲儿去,来,嘿,借您这口仙气,您这叫什么吗 叫小小茶碗拿在手,上变鲜花,下变酒,变来鲜花人,变来美酒,敬朋友,说来就来,走 您想来什么了,来了一碗美酒,这是怎么出外了 座人跟我们呢,有行天长,第九 空手变美酒,玩转酒连环,在李扬的手中,任何小物件都能成为他的魔术道具 谈起与古彩戏法的结缘,李扬说,小时候隔壁的邻居奶奶就是中国古彩戏法老艺人班秀兰 因为喜爱魔术,他从小就缠着奶奶学艺,从临包的小助手做起,这一学就是二十多年 这个我们有句话说的好,大戏法靠着身上带,小戏法啊,看的是手上筷 就是我们表演大戏法要穿个长袍大褂,为什么呢,就为了好藏东西 戴上以后还得这个走路还特别轻松,这个占梅花装扎马布要稳 所以上带这个饮水机的桶的水,一桶水是三到五十斤左右 背两桶水,以后呢,扎住不动,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就不能动,腿不能抖,然后变出来得做到水不能洒 火不能灭,大火完出来还得特别好看,然后玻璃呢不能碎 2010年,24岁的李扬正式拜师,成为中国古彩戏法最年轻的传承人 八年间,他把中国古彩戏法与西方魔术的声光电话相融合 在节目编排和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并多次到访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等国演出 目前,他正在着手编辑英文版的古彩戏法 希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的传统戏法 感谢观看